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怎么把这个Arduino IDE给它装上啊 那我们首先进入这个网页 然后点到这个Software以后呢 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Arduino IDE的下载 那你可以从这个GitHub上面下载 也可以从这里面下载 那我们看一下啊 然后我们是Windows电脑 我们就选这个 这有它有三种文件格式可以让你下载啊 你随便选一个 那我们选这个最新的好吧 点过以后呢 它会弹出一个页面 这里是让你捐赠的这么一个页面啊 如果你不想捐赠的话 那你就直接点Just Download 这同样也会弹出个页面 让你去填入一些信息 我们不用管它 我们点Just Download 这样的话它就开始再下载了啊 现在完成我们点运行 然后弹出一个许可协议 我也同意啊 你可以选择警惠我按照或者为这台电脑的任何人安装 这个两个都可以啊 然后点下一步 按照完成点击运行 运行这个 id 如果你需要新建一个嗯 项目的话你可以点file new sketch啊 就是画板 你可以新建一个画板 然后来到层面去涂鸦啊 然后它这里给你两个 呃 function 嗯 function 让你去 定义的一个是 void set up 它这里就告诉你就是说你把你的 代码然后呢 填写在这 然后呢它是 运行一次的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loop function 那你可以把你要重复知情的代码放在这边 因为我们这个啊 对落上面的十三角 它是连着一颗led的 那你不做任何的 硬件的搭接 你就可以用这颗led来让它闪烁 那我们就让它闪烁吧 我们先定义一个变量 叫 in cad pin will become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全局的变量啊 就是告诉这个对落 我们有一个变量名叫ledpin 它是 的值是13啊 对的值是13 那 等我们 把这个变量 宣告完成以后呢 我们现在需要配置那个移角 我们要把这个底13移角 让它是 处于输出状态 输出状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可以 输出高电频或者低电频 那我们就 平 那我们用这个PinMode的这个方个性 然后呢传入两个参数 一个是ledpin 一个是output 那 ledpin是什么就是我们这里定义的十三角 如果你 在这个 其实 如果你不想要定义这个全局变量的话 你可以直接 把这个ledpin变成13啊 让它变成output也行啊 但是那这不是一个好的变成习惯 所以说我们这边还是要宣告一个变量 把这一行去掉 这个PinMode是output的了 然后呢这里我们要让它闪烁的话 那我们先让这颗led亮 是吧 亮的话怎么会亮呢 让它变high不就变亮了吗 是不是 就是那我们现在就用另外一个方形 叫 那我们写了写了这样 呼叫这个方形就叫digital write 然后呢同样也是传入两个参数 一个就是说你要对哪个 拼角进行操作 是吧 然后是十三拼角 然后呢 让它干什么 让它变high 变亮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 你因为它是循环的嘛 就是 一直在执行这个代码嘛 也就是说它会一直亮 那你要让它闪烁 得让它灭一会 那你 如果你直接 这个时候 如果你直接让它灭的话 那它就是亮灭亮灭 就是中间没有任何岩石 岩石的话 那我们眼睛是分辨不出来的 超过30赫兹人眼睛就分辨不出来了 所以说你看到可能是一直是灭 那我们需要这边要 需要另外一个方形叫delay 这里我们输入一个500 同样的就是说 我们这里输入500的话 不是最好的 习惯 我们需要在这边 定义一下 我们需要在这边定义一个变量名 叫delay time 然后把它设为500 我们可以把这个再把这个 delay time 靠过来 然后放在这里 这后期的话 如果我们想要改这个延迟时间的话 我们只要在这里一个地方改就行了 然后呢 比如你要把它改成200 我们只要这里改就行了 那不会像你这边写一对时间数值 然后每个都要改 这样不好 好 这个因为它是在loop里面啊 这是亮了以后 这是让它发生 让它延迟一段时间 就是持续亮一段时间 然后接着让它灭 这样的话它都会闪烁嘛 这你就让它灭了啊 灭了以后呢 你通常它灭的时间很短 你也看不出来 所以也要给它加个 延迟时间 就把这个靠过来就行了 好 这个简单的程序我们就写完了 那写完了以后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 编译一下 是吧 那这个来编译一下 它告诉你什么 delay time delay time 这里有问题啊 这里少了个封号 就是说它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那你 你就上一下行都看一看啊 那这里就少了封号 我们再来 检查一下 好 等这边都出现白字了 说明我们这个编译是正常的 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现在连上硬件 我们把Aduro 插上电脑的USB口 大家看到没有 我这边是Aduro Vulu R4 那我们 我现在换了一块板子 就是说 把整个过程完整的展现一下 我们首先需要切换一下端口 那我们需要在Tools里面 有个叫 Aduro Avi Boards 然后我们点 YOLO 然后我们这边再选一下Pots 这边是Pots3 看好了啊 这边先要选一下板子 我们选哪个板子 我们选的是YOLO 就Aduro Ad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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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选这个 Com3 Aduro Aduro Com3 好 然后我们来 刚才已经变异 我们现在点这个箭头 向右的箭头 我们来下载一下 好 下载完了 然后呢 你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 第十三角对应的那颗LED 它会闪烁了 那我们现在是 一秒 正闪一亮一灭 好了 那我们的第一个就是Aduro 程序就已经写好了